曾经获得2008年全国十大街头艺人奖的轻音乐集 负责弹吉他的是船长余志宽 而弹电子琴的则是柳儿黄敬香 两个人是高中同学年龄相仿 因为歌声干净所以合唱起来格外悦耳动听 相当契合 他们除了在街头卖艺之外也经常受邀演唱 现在就带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 每次受邀演出时船长余志宽余柳儿黄敬香 总是不嫌麻烦带着大大小小的乐器音响等等设备到处演唱 今天虽然是台风前戏 但因为他们早已事先答应演出 而客家园区也未取消表演 所以船长余柳儿照常一约前往准备演出 对于表演时的音质船长会严苛要求 并且亲自把关 在每一次的表演船长坚持一定要用自己攜带的音响 用着他熟悉的器具调出最好的音质 船长希望观众所听到的是他们最真实的音质 音色处理好 他们唱得有自信 观众听得也舒服 我们这个组合 我们一向很重视演出的品质 当然音响是不可能帮我们加分 但是我们不希望他帮我们扣分 表演尚未开始之前 柳儿轻弹着电子琴 好让船长调整音响的音色 船长终于将音色调整音响的音色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为待会儿的表演暖声 一个弹吉他 一个弹电子琴 开始合唱了起来 而工作人员也纷纷前来先听为快 船长与柳儿 两个人是高中的同学 柳儿从小就有心脏病 不能做过于剧烈的活动 从三岁半就开始练钢琴的柳儿 在高中以前 从未想过唱歌 而她天生的好嗓音 在老师的建议之下 让她开始学习唱歌 接触声乐 从此便展开了她的歌唱生涯 我觉得我的声音应该算是父母亲的给我的天分 然后当然还有之后的奴隶 还有声乐老师 然后还有自己的奴隶 也由于船长的声音与柳儿相当契合 都是属于音质干净的那种 又且两个人又是同学 而年龄也相仿 所以两个人的和音总是让人深刻 成立轻音乐集到处表演 这也是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约定 以及深深的友谊 听到柳儿唱的意大利歌剧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不同凡响 原来柳儿曾经是台湾有名的女高音呢 柳儿对于在国家剧院唱歌的时光并不恋战 她说她比较喜欢这种 直接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感觉 在街头的表演 或者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跟观众会有互动 那我们也可以很直接的去 去贴近这些听众的一些心情 比如说我可能看到 看到刚刚台下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对不对 那我们就想说好唱小微 那看到台下什么样状况 我们会立刻选一些其他的歌曲 那就是尽量的可以让 这种感觉是更好的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年轻时的约定终于实现 不断努力的结果 都在民众的热情掌声当中 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民众的回应 也使得他们唱得更加的卖力 我觉得他们唱得很好 然后其实很多歌曲都还蛮感动人心的 他们的歌有让人家有这种的振奋 而且每一首演出都让人家感觉是在讨罪 甚至有时候也亢奋 只要欣赏过柳儿与船长的歌唱 大家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不断地努力学习并求进步 就是希望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唱得悦耳洞听一再的回味 把曲高和寡的古典音乐更加的清明化 而这也是两个人成立清音乐级的目的 他们要把古典流行化 把流行典雅化 用心诠释每一首歌曲 用自己的方式来唱 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在唱一段 思想尽 在唱一段 思想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